當年的曠野之喜好玩到讓許多人被寢忘時 續作《王國之類》又會帶給玩家哪些驚喜呢 就讓生機玩家來介紹吧 在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中 平靜的海拉魯大帝再度遭逢異變 這次林克不僅能在廣闊的海拉魯大帝上冒險 還可以到天上的空島探索 想要到新舞台空島 就要靠本作的全新能力之一 倒轉乾坤 這個能力可以讓空中掉落的物體倒轉回天上 而在空島上還會碰到全新角色魔像 有些魔像會向玩家發起攻擊 這時如果少了武器 就可以運用另一個能力 雨料建造 將裝備與其他物體結合成新武器 例如可以組合樹枝跟岩石 變成一把攻擊力不錯 耐久度也高的錘子 弓箭也能透過這個機制 創造各種效果 除了可以自由製作武器以外 這次林克還能透過救急手能力 將物體相互結合 創造出會飛的木閥或是移動戰車 另外一項能力叫做通天術 只要在有天花板的地方使用 就能穿透天花板到上方去 假如在山洞內使用 就不用慢慢爬山啦 這次海拉魯大帝發生了什麼事 薩爾達公主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加農多夫復活了 真相就在薩爾達傳說 王國之類中等你來發現 搶擋電玩就在神奧 搶擋電玩就在神奧 死亡 死亡 死亡